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湾丹省当歌朗的民众是如何庆祝端午节的。 他们在端午节这一天呢,除了举办赛龙州之外呢,还参与了动手做粽子和水墨书画展的活动。 每年的5月初五,在雅加达湾丹省当歌朗市都会庆祝端午节,同时也会举办很多传统的民族活动, 如赛龙州、办庙会、吃粽子等等。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位于万登华人巧生博物馆,现在正在庆祝这个端午节的节日。 其实端午节呢,不仅仅是要吃粽子,那这个背后还有很多的历史文化,来跟着我们的镜头来了解一下这个悠久的端午节历史文化。 端午节是为了纪念中国春秋时期,一位因不仁舍弃自己祖国,而投江自杀的著名爱国诗人屈原。 前百年来,人们举办了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 其中,赛龙州是必不可少的节目。 丹格朗市中心,有一条横贯市区的枝沙达尼河,是举办龙州比赛的最佳地点。 丹格朗市的华人庆祝端午节的风俗,从1910年就已经开始,1964年曾被禁止,经过了30多年后的民主改革,最终得以重现。 这一节日,也成为该市全民同庆的佳节。 今年丹格朗市的端午节稍有不同,万灯乔生博物馆为庆祝节日,专门举办了自己动手做粽子和水墨画展等活动。 博物馆的馆长乌迦亚哈林表示,端午节的精神是值得印尼人民学习和传承的。 主办单位负责人欧金安格, 丹格朗人民庆祝端午节有助于传承华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发扬屈原爱国精神,同时也促进了印尼不同民族的文化融合。 美都新闻,美琪,iJet,采访报道。